全副武装穿隔离衣在办公室大消毒 但这里不是一般公司 而是新北市刑警大队 这几天四名科针队队员快筛阳性 其中一人PCR确诊 警方不敢大意 寝室勤务中心走廊洗手间 只要走过路过碰过的地方 统统要消毒 所有因为办案密切接触的人 也接受快筛 裁剪阴性的全部居家上班 本土疫情持续扩大 目前已经有很多警察传出有染疫的情况 以刑事局来说 目前是有一名侦察员确诊 另外四名警察是快筛阳性 为了避免这病毒扩散 警方自主匡列了25人 病毒不分县市 警察接连中标 镜头转到台北市警局督察室 一名陈信工有22号晚间发烧 PCR检测阳性 初步调查至少接触了30个人 目前八名警察被要求 暂时不要上班 自主健康管理 另外确诊人数来到台北市第二的文山区 文山一分局 目前四个人确诊 除了请指中心 肖姓寻佐 温姓主任 还有旅姓工有之外 今天又增加了一名交通组的 潘姓警务员 他原本在分局内部上班 但因为分流异地办公 来到了沐昕派出所 没想到PCR检测是阳性 现在与他同办公室的同事 全部停止上班 安排快筛 疫情严峻的万华 西门町派出所 目前七名远警 住在防御旅馆 54个人居家隔离 警察站在第一线 却没有优先打疫苗的权力 各个警政单位 努力争取全面快筛 别让维护社会安全的玻璃式大人 被病毒打倒 TVVS人江沐宇李杰 台北新委采访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新闻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